分享一把超丝滑闪金石窟噩梦猪鹰刨图 简直是一帆风顺 二龙系猪三娘 这不重要 开局了 直接往中间挤 我们的目标为了勾勾而战斗 阵容到了这个样子 这个勾勾就非我们莫属了 甩完钩子进了小木屋 不要慌张 直接左拐 有加速 束手拍不到你 当了一次没关系 只要不要当第二次就行 到了巫刃这边呢 我们尽量贴着左边走 首先在你的心里又有一个预判 什么时间 这个巫刃大概会从哪个地方过来 你看我我就知道 这个地方即将有一个档破和一个巫刃 那我们提前躲避掉就好了 逆着它行走 有缝我们就插进去 就是就穿过去就行 这里呢就不用多说了 能降下来我们直接走过去就行 到了琴弦这里呢 跟巫刃差不多的 我们需要提前预判 直接躲掉就行 经过了琴弦 前方剪完道具呢 直接走左边的蹦床 蹦床是最快的 但是需要你每次都校准好 走右边呢距离比较远 而且还会被档破 下来之后直接跳动 跳动的过程中呢 如果被人开枪 它是不会晕的 所以如果你被人开枪了 可以利用这一点的躲枪 到了这里呢 前方根据指示去挖掘宝藏 挖宝藏的话 建议大家都选这个护腕 可以直接弹过去躲避出手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出手真的很难躲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这个挖宝藏的进度条 到顶之后 可以边走边选 不用高位站在原地走 这样就又节约了时间了 跳下来之后 拿了道具 直接弹射箱往左边弹 然后左扭扭右扭扭 躲避僵尸的攻击 如果有酒的话 可以直接喝酒 利用加速来躲避 爬上楼梯之后 经过两个升降门 直接抢左边的吊钩撞过去 那么到了剪道具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一般会摸到钩子 那我们就直接对着木板 甩钩加速过去 再经过一个旋转门 我们就直接弹射墙 往左边前面弹 上坡以后 前面又是一个弹射墙 还是直接往左边弹 直接上楼梯爬上去 爬上楼梯以后 洞口旁边有一个弹射墙 直接往小推车那边弹 方向控制的好的话 还是可以捡到一个道具的 这个开车的方式呢 就跟你在气球上挣扎 而是一样的 两边一起不停的点 不停的点 你下了车之后呢 就差不多到终点了 你就利用好 每一个弹射墙和加速带就行 这样的话 这一把行云流水的跑图 就完成了 学会了吗 好了 点个赞 去开一把 告诉我你跑了多久吧